作词 李宗盛 情起情灭 而尽尘秋空对月 相约相望 似解似缘 旧事也尽如云 莫道相守 莫道相守 相守无情 心事成全 乱世离去 看看离别 双丝一人双平两边 长相守 一句 何念 三公子 三公子 这个是用山珠鱼做的香囊 是消灾着急的 会保佑你在东都世会上 一飞冲天 为原家得到麒麟之财 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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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锦绣是紫辰阁的武士姬 应该做好分内的事 锦绣不困 春日风大 小心朝亮 你身为武士姬之首 日夜劳累 得有个人服侍了 不用 锦绣自己可以的 锦绣 石庆陪 明天找个婢女过来 沐姑娘啊 听闻此次三公子在东都诗会中拔得头筹位 为原府收拢了一百位幕僚 还得了个踏雪公子的雅号呢 回来啦 回来啦 三公子 回来啦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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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啦 诸葛伍侯 很管用 没想到三公子还带着呢 三公子 对不起 这夫人 她是珍珍 珍珍 知道你怕黑 所以带了这个回来 母丫头 外面的天都黑了 你的脸怎么红得比月亮还亮啊 胡说 我没有 我没有 你少来 这整个紫园 谁不知道我家三爷 可是偏偏公子美少年 这整个天下 能比我家三爷好看的都没几个 你怕不是看了我家三爷那绝世容颜 丢了魂了吧 好小子 给我做功课去 做功课 走 来来来来 走得好 跟我走 跟我走 又胡说知道啊你 你 你要不要 看看那盏灯啊 一涓春水点黄昏 几缕香寒散玉尘 曾把芳心身相续 春风未见 已销魂 我本封雅宋 亦得嘉欧子 写得好情深四海 好美啊 三公子 这是哪位名家写的 每一首诗 都是我在东都社会写给你的 我知道 这礼物不算贵重 可这是我为你特意准备的 就当是报答你送我香囊之恩吧 这灯 你喜欢吗 你若喜欢 我便将此灯挂满整个西风院 不必了 因为 三公子送的宫灯 已经在木槿的心里 永远照亮木槿的心 丫头 你送我的那盏心灯 十年前 也早就在我心里了 听说 你在东都师会 大出风头 闻名天下的踏雪公子 恭喜你 夫人 夫人 我已经亲自动手 将飞霜凝雪的毒香 全部撒在了花锦绣的身上 方圆树里之内的毒蛇 全都会被引来 此刻 它应该是已经被蛇 可图一世了 你 三公子 三公子 你披风上 约然洒上了飞霜凝雪 你的身上 和我们的手上都是 此相会引来毒蛇 快走 快走 要走 一起走 唱歌 我本来是想送给你的 怕你不喜欢 它都没以前那么光泽了 真漂亮 你醒了 三公子怎么样了 幸亏老夫昨天及时赶到 用雄黄粉把蛇群驱走 放心 他没事 老夫知道 姑娘与三公子情投意合 不知道姑娘以后有何打算呀 我爱她 想和她长相厮守 白头偕老 恕老夫直言 原家结亲 素来是看中对方的背景和门第 我不在乎镇时之位 只要能和她在一起 我就满足了 然而 原家结亲不仅仅是门第 敢问姑娘施针与柳颜生一事 又当如何 就算是三公子自己不在义 那紫园上下呢 还有莲夫人和柳颜生 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攻击三公子的机会呢 侯爷又当如何坐下 侯爷又当如何坐下 人言可畏啊 难道 我这样的人就不配有自己的感情吗 姑娘可曾想过 还有一个人比三公子更适合姑娘 此人便是紫辰阁之主 先是胡说些什么 姑娘请听老夫先说完 现在大公子和三公子势均力敌地 争夺世子之位 还有 莲夫人和柳颜生也不住地向侯爷进谗颜 昨天蛇姬也绝非偶然 明里暗里太多黑手了 三公子正是需要一个帮助她的人 自从谢夫人过世以后 你是第一个让侯爷关怀的人 侯爷对你的好 你应该感受到了 老夫相信 姑娘一定能得到侯爷荣宠 到时就可以在身边知晓其心意 也可以为三公子美颜 这样对三公子争夺世子之位大有助益 他日三公子成为原家新主 那么姑娘不能在三公子身边 三公子也会一生感恩姑娘 愧疚姑娘 就像侯爷与谢夫人一样 可这是我的一生啊 我只想和我爱的人在一起 为什么 迷玉要让我如此的艰难 若我是姑娘 我情愿把这深情厚意放在心中 也不愿做一对受人指摘 也不愿做一对受人指摘 以让爱人受委屈的怨虑 怨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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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说的话 最终只是枉然 我相信哪种选择 对三公子是最好的 姑娘心中自有定数 老夫言尽于此了 明明光前的诗和才华都不比他差 凭什么东都诗会上竟他出风头啊 还有那么多文人都愿意当他的幕僚 还起了个什么踏雪公子的美名 一场诗会一个称号罢了 二小姐不必动弄 西营壮大 大公子赢过三公子 这才是胜利 可是光潜 我就是替你不平 多谢二小姐 光潜并不在乎这些虚名 大公子 西营还有药物 光潜暂先告辞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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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好 二哥 二哥 你怎么来了 听说因为四妹的照顾 三公子的腿才好起来了 他为了你从东都还带回一盏花灯 三公子是个外冷内热的人 四妹 似乎对三公子格外的不一样 你 你胡说什么呢 好了 是二哥胡说 这个就当是道歉的礼物吧 这是我从东都特意给你买的 不知是否合你心意 好精致的一对耳坠啊 二哥 你要不送给碧莹吧 碧莹的我也买了 好吧 这个是专门给你的 谢谢二哥 木槿 这世上历来是莫者非莫 鱼者非鱼 原非白此人绝非等线 远青江也会比真的原谅你了 这西风院的暗头重重 你千万要小心 好了 我也该回去了 有什么我能做到的 尽管跟我说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莫者非莫 鱼者非鱼 你 姑娘可曾想过 还有一个人 比三公子更适合姑娘 此人便是紫辰阁之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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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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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泡茶吗 接来帮我泡杯茶 泡茶 涮青 泡茶 泡茶 职业挺辛苦的吧 奴婢已经习惯了 如果让你选择的话 你是愿意职业班的 还是职日班 夜班 为什么 白天有很多人保护侯爷 但晚上侯爷也需要人照顾 你能照顾我吗 哪里 哪里 有工呀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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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侯爷 奴婢不擅长泡茶 我相信这是杯好茶 不着急 我慢慢停 奴婢先行告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爷 我们潜伏在紫园的探子 给您带来了一个记忆外 又了不得的消息 是什么消息啊 花斌那对女儿 或许就在紫园里 当真 好 那两本书 相爷放心 原青江尚未得到 正是为此 探子才对原家的那对姐妹 做最后的调查 生怕找错了人 又是你 算起来 你已经三次夜闯我相府了 杜英华 你欠的债该还了 血债得写成 我刺着 我刺着 快 于我而言 再多的人 不过是我刀下 又多了几个贪官家的冤魂 来啊 也下c 好 你们都跟我吞下 走 走 走 本相知道你 禁谷真人的企图 曾在半月 煞光沿江十五县的权贵 人称混江龙齐放 不管你怎么厉害 双拳难敌四手 你可知道本相府中 究竟埋伏了多少窦家军 只要本相想 今夜你就会死在这里 可以 我可以死在这儿 但是在死之前 我保证你先死 你可否知道 为什么你三闯豆腐 我对你都手下留情 因为我跟你一样 都是华家务之事的受害者 时至今日 本相每每想起 枉死的华斌 心中依旧一通啊 更何况 当年华斌是让你们先走 只是那些村民们 执意留下 才被本相所误杀 你放屁 我给你 你做什么 我都要保证 我只要你 我都要在这儿 对 词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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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怕死 所以你再推卸责任 对吧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且想一想 本相是一介文官 要花斌作甚 你再想一想 原青将为金谷真人 而杀光明家之人 却又放走金谷真人 江湖至今还在流传此事 花斌之死 早就成了本相的心结 正因如此 本相跟原青将交五至今 不错 你说的这几件事 都对得上 不过那你说 我是信你呢 还是不信呢 本相真金不怕火炼 好 我现在就去杀了原青将 不过 你记住 如果我知道你骗了我 我灭了你全家 一个不留 参见夫人 不然你心事淡淡地说要让那个花锦绣死无全尸 可结果呢 今天早上整个紫园都在说 那个花锦绣竟成了侯爷的侯爷的侯爷的侯爷 东都的行宫已经建成 我明天就要去了 我走以后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要让那个花锦绣 手下明白 锦绣 侯爷的年龄都可以当我们的爹了 就像那些传言是不是真的 不管真假 我们现在还来得紧 我们这就退出原家这个是非圈 去行一个无人之所隐居 就跟我们爹当年一样 我们也建一个花锦雾 看着青山绿水 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 好不好 锦绣 是谣言还是真实 已经不重要了 退出原家 怎么退 如何退 我天生一双子童 人见人怕 即便长得比别人好看一些 不论走到哪里 还是有人要欺负我 姐姐可知道 如今的锦绣 只剩一具肮脏的躯体 跟哪个男人在一起 又有什么区别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了 你跟姐姐说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死都不去荣保堂吗 因为我 离欧颜生 我刚去荣保堂七天 他 他就 从那以后她一见到我 就逼着我做禽兽的孤单 即使是第一人 也不过如此吧 侯爷她对我很好 现在紫园上下 也没有人再敢欺负我 姐姐 你一定要好好地留在西枫园 这样 你才不会败露 不转欲望 剪不断这层前行 岁月迷途当之房 眼前抵护天 季兄 对不起 对不起 当初没说你要离开我宝堂的时候 我就应该感觉到你 对不起 还能风行云淡 是姐姐对不起你 是姐姐对不起你 遗忘 柳叶盛 天不断这层前行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你也不当之房 你也不当之房 我这лед子也不当之房 我对不起 你也不当之房 你也不当之房 我作词 我看着对不起 外公 我找到个私人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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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人跟随世子前往西都 这路沉艰辛 绿水自当是明了 可是西都近在眼前 世子为何要如此狠心 将绿水一个人留在驿站 此次行事 还安排分批进城 进去后 知道该做什么吧 将军放心 属下定会仔细探查西都的布防 老子才不甘心 这一辈子管那段光义 叫地下 可这西都是原青江的底盘 南国与东顶 又素无战争 将军如此行事 原青江怕定不会放过将军 所以我带他来了 明明就是段月荣 奉段光义之命 你钱的心一动 小军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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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买这样 我们一起买这样 好 厉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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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燕生 这红碗猪炉是我为你发明的 今天晚上就要你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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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锦绣 姐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七夕嘛 所以侯爷就放我出来看看 我想那么好的日子 一定要出来吃点好吃的 姐 咱俩想一块去了 我们要不一人买一个 就当是礼物了 来 姐 来客官选花吗 这花怎么卖啊 十文钱一把 给我 借我玩玩 来啊 过来 来啊 站住 站住 都是 都不打着这个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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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近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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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好 好 来啊 来啊 我小弟子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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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为什么要跟着我 你为什么这么做 那是我的父侯啊 见过三公子 原来三公子 与锦姑娘有余呀 柳先生莫要胡说 我与三公子 只是在市集上遇到 闲聊了两句 锦姑娘头上的东陵白玉三 三公子一向适若珍宝 如今戴在了锦姑娘的发际上 锦姑娘真是好生闻事啊 这个玉三 是我一直戴在身上的 只会在他人手中 锦绣 来 来 锦绣 锦绣 我记得小时候 最希望跟爹娘一起看烟花了 锦绣 是姐姐不好 没有像爹娘那样保护你 害你受了苦 姐姐真的恨不得 替你去长一双刺童 替你去受苦 你放心 刘延生这个畜生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姐 姐 锦绣 你 是 你 我 可以 我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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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